雙十國慶倒數不到一個月 根據老姐今年國慶大典 軍方也會推出一系列的精彩演出 其中備受關注的就是 睽違十年沒有公開露面的 陸軍機部333旅 長達60公尺的黃金龍 會重出江湖 這個萬金龍絢麗登場 相信到時候一定會再展霸氣因子 竹虹寺金龍伴隨著裸骨聲 凡騰七五只是享有盛名的 陸軍機部333旅萬金龍 全長60公尺的萬金龍 民國五十三年在已故總統 講經過指示交付聯勤司令部製作 一次舞動需出動二十一名官兵 自民國七十五年駐守在 屏東萬金營區已有一家的歷史 以往我們在府兵役的時候 也會支援各種地方的廟會 或者是節慶的活動 包括舞榮舞司 以及其他的相關的民族的 記憶的團體 來讓軍民之間可以更有感情的交流 外金龍最近一次演出 是在民國一百零三年國軍春巡 後來因為部隊編制改變和人力 精簡下逐漸走入歷史 不過在逢龍年 萬金龍將重出江湖 十年來首次登上國慶大典 在過往這個就是戰力的表現 在國軍必須是有戰力的部隊 他才會有這些聚龍 他的這些活動的參與 象徵333旅他們的戰力 能夠持續的保存之外 還有辦法來支援這樣子的國慶活動 據了解國慶當天會有333旅 武龍隊和陸軍專科學校戰鼓隊 李唐華民俗記憶團共同演出 除了聚龍緩繞總統府前廣場外 憲兵戰力也不熟人 為各位帶來的是重型機車分別式 去年才換了新裝 卻無緣在國慶大典上表演 今年憲兵快速反應連捲土重來 這次將派出49輛行事重機 讓觀眾大爆眼福 當然也少不了空軍表演 即將由總統府管理台後方進場 紅藍白色彩炎話不天際 去年雷虎小組駕駛AT3高轎機 飛越總統府上空 場面相當震撼 而今年則預計增加7架戰機衝場 雙世國慶即將登場 國軍全體一心 要用最精彩的演出 歡慶台灣生日 九年漢林 張漢林 採訪波動